廣東省週一發生大停電後 處於西電東送樞紐的陝西省 西安市多個區週三也停電 陝西電網說 是因為參與電力跨省外送廣東 導致供電不足 馬曉明說 許多人都覺得 是因為中共抵制煤炭進口造成的缺電 可不是猜測了 那就是實際的新聞報導了 已經發生的事實了 在民生方面 除了限電造成的不變 近日 大蔥價格達到近四年來最高 生薑價格創六年新高 中國蔬菜流通協會常務副會長陳明君說 過年前 蔥薑價格可能會下降 但幅度不會太大 馬曉明說 不光蔥薑價格上漲 今年特別是下半年 糧食、肉類都漲價 到街上去吃頓飯 明顯感覺價格漲了 大陸民營企業家文瑞說 今年物價漲 受疫情衝擊 生意難做 收入普遍減少 做生意難做 打工也難得了 今年普遍到這樣子 文瑞還說 他有家人在沃爾瑪工作 感到今年零售業務比往年小跳很多 新唐記者陳翰、林岑欣、劉芳 裁判報道